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 每日一字這個粥 粥傳的粥 楷書呢,我們來看 橫畫當然要寫長 先撇,然後這個過完之後 先寫橫畫在裡面的兩點 這樣的書寫呢,會比較容易掌握 楷書大概都是這樣的筆順 然後我們帶一點點型書的味道 大概也是這樣筆順 比較多,但是呢,兩種都有 我有兩種,我們先看 第一,楷書的這種寫法 首先呢 一樣帶過來,先寫橫畫 在底中間 這兩點,把它連起來 大概有一點形書,形楷了 那我們說也可以 可以 兩點 先寫 再帶過來 這樣子也有 但是 如果要寫兩點一般 這樣寫會比較容易掌握 好,那我們再來看 再來就是趙孟甫 這種寫法 一般會把兩點變成一束 那就是從裡面先寫 好,它這一撇寫得很短短的 好,再來 好,再來 這裡比較重一點點 勾上去 挑起來 重 輕 往右按一下 好,這大概 這種寫法 好,再來 就是更連貫 更流暢一點 所有的斷點 所有的斷點都把它連起來 那我們來看 摺連貫 帶過來 這也是 全部 都把它連起來出現 大概這樣 那當然 還可以再更繼續省略 就是摺痕不要了 好,變成一個 直接一個弧線下來 來 我們來看 這裡 變成一個弧線 好,這裡 也是直接這樣過來 好 這裡 就是 不這樣子 重新提筆的感覺 直接一個弧度過來 好,大概 這裡 這算是行草啦 大概就是這種 沒有太多的省略了 只是造型上的不同 那我們再介紹另外一種不同的造型 剛剛是這一弧度 有時候是變成這樣子 也可以 變成這種 酥寫形式 這樣也可以 好,這都是行草 那我們說草書呢 就會做比較大的省略 中間這一樹 省略掉 但是筆順要特別的注意 要背起來 怎樣子呢 寫筆 這裡還是要存在 然後彎 先寫右邊 好 左邊這裡 然後繞過來 這樣就好了 中間就不要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